神佛传说 铁拐李 铁拐李又称李铁拐李宁阳 李洪水 李玄是中国民间传说和道教中的八仙之首 他的生租年约为公元前418年至326年 相传他的出生地为八国金坤 金重庆市江金区石门镇李家村 现今该地仍有铁拐李的遗迹 如药王冠和拐李祠等 根据民间传说 铁拐李年轻时聪明才智 因缘忌讳下得到李尔派上老君的指点 开始修行道术 在他修行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一些奇遇 如与牛郎之女相关的故事 后来铁拐李成为了一位精通药李的仙人 他炼制的药膏专制风湿骨痛 深受百姓敬仰被封为药王 他的修道之路长久而深厚 被认为是八仙中资历最深的一位 关于铁拐李的形象 根据民间传说 他脸色又黑 头发蓬松 带着金箍 胡须杂乱 眼睛圆瞪 瘸腿 并且拄着一只铁制拐杖 然而 在道教经典中 铁拐李原本是一位相貌堂堂的男子 他修行之后能使灵魂和肉体分离 但他的徒弟在他修行期间烧掉了他的肉身 留下了他现在的母样 在中国民间 铁拐李主要在医药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据传他背上的大葫芦保存着神奇的丹药 因此 后来从事高药行业的人将他视为祖师 铁拐李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同时也是道教所尊崇的对象 需要注意的是 铁拐李是一位传说中从小山坡挖出的宝物 被杨子和董家人搬运到山沟头 找到了姓罗的人家藏匿起来 并向董家人表示感谢和祝福 这批宝物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其中包含了珍贵的宝石 古代文物和金银财宝 让众人惊叹不已 杨子知道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他决定与董家人一起保管这些宝物 并谨慎地处理 他们将宝物妥善收藏起来 以避免引起外界的关注和争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批宝物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知 吸引了许多贪婪的眼光 为了保护这些宝物 杨子与董家人共同制定了一套安全措施 包括加强警戒、保密和伪装等 以确保宝物的安全 同时 杨子也将这个消息告知了李铁拐的徒弟们 让他们知道李铁拐在修行期间留下的重要遗产 大家对于李铁拐的智慧和功德深感敬佩 并一致同意尊崇他为祖师 将他的教会代代相传 铁拐里的传说和影响力 在中国民间逐渐扩散开来 人们纷纷前来膜拜和祈求他的庇佑 他被视为医药和治疗的神仙 被称为药王 许多人希望得到他的康复和帮助 与此同时 铁拐里也成为了道教中的尊崇对象 道教教义中强调修行和道德观念 铁拐里以其物性和仁爱的品德 成为道教追寻的典范 他的故事和修行经历被道教信徒广为传送 成为鼓舞人心的榜样 至今铁拐里的传说仍在至今 铁拐里的传说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成为文化和历史的一部分 他被描绘成一位聪明智慧慈悲仁爱的仙人 人们对他的崇敬和信仰从未间断 每年的铁拐里诞辰 许多人会前往他的庙宇或祭祀场所 燃点香烛 祈求他的保佑和庇护 许多民俗活动和传统节日中 也与铁拐里的传说有关 人们以庆祝和纪念他的功绩 此外 铁拐里的故事也被广泛融入文学 戏剧和电影作品中成为创作的题材之一 他的形象和故事通过艺术形式传播 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传奇和人物魅力 铁拐里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 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其他亚洲国家 尤其是东亚地区 他的故事和形象在文化交流和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铁拐里的传说和影响力 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民间信仰的力量 他被视为一位具有智慧和仁爱的神仙 代表着对人类健康和幸福的祝福与期望 尽管时光流转 铁拐里的故事仍然在人们心中缭绕 并且继续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他的存在提醒着人们追求智慧、慈悲和仁爱 并为他们的人生和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